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我現在就在高清 Station 應該是Bus Station 在等巴士 為甚麼要等巴士呢? 我有機會遲些交代 復活節快到了 傳統來說,復活節之前的四十天 就叫做壽齋期 Lance 教會通常都會有些默想 叫信徒禁食各方面 今年教會就叫大英姊妹去寧修《歌人不多前書》 我響應這件事,也嘗試去分享一下 我自己對《歌人不多前書》 每一章,或者加上後書 反正都是這樣的分享 希望我堅持到可以去錄影片 因為通常這些影片沒有太多人看 Anyway 《歌人不多前書》 第一章到第一節到第十節 今次分享 我不知道呢 你看一個人 尤其是見公的時候 通常會看他的職位 你著重的位置是甚麼 或者你找男女朋友的時候 你著重的角色是甚麼 很多教會的人就會說 我看他的內心 但好像現實這樣說 通常先進來以後見人 他的衣著,他的品味 或者他的樣子是否漂亮 他講的說話,談吐,舉止等各方面 可能這些都會提供你的視頻 如果你說一間教會的時候 你又會看甚麼 為止他的重點 你會覺得那間教會是好呢? 可能你第一次進去 還是去到很多不同的教會 亦都是留守在一間教會裡面 究竟日子有多長 可能你會看他的招待 究竟他那個少傭 親不親切 他的詩歌 他牧師的廣道好不好 又或者是兒童的照顧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家長的話 如果是一個牧師的話 他最介意是甚麼呢? 可能是信徒都要這個聖經的認識 他自己有沒有讀聖經 或者信徒會不會各方面的恩賜 都能夠來運用 究竟信徒知不知自己的恩賜 我們團契都剛剛高呼了一個workshop 就是講恩賜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看看前書第一章 一至到十節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公式化的一個問候 其中一件事我自己發現到的 就是通常 保羅的書信會寫給 重點一間教會 或者是一個個人 這個就是給教會的 但是他就會 他寫這間 他就說 給附近一些同樣的 來去認耶穌基督為主的人 包括附近 有些有少少像 這個以復所書 也有少少類似的寫法 但是有其他的書信 就會很specific 針對那間教會 不過anyway 以前初期教會的時候 很多書信都是不斷的傳閱 或者透過抄寫的時候 傳閱開去 其他教會都可以來去共享 說一些讚揚的說話 當然開心 但是如果說一些 雜備的說話 共享 就未必是 各個人都開心 好像那些email 你自己 你自己 如果一個老闆 罵你完 還要share出去 這樣其實 都未必是一件 剛才的事情 不過在教會以前 就是一個這樣的文化 這個值得我們去欣賞 現在來說 好像我們要家醜不出外傳 但是初期教會 這件事我們就是效法 接著講完一些 江湖式化的一些問候 之後 保羅去讚揚 那麽多的教會 說他們是有知識傳避 而且他是一間恩賜 是非常之豐富 絕對不損失於其他教會的一個教會 所以去到第十節的時候 保羅有個祈求 就是求神來去堅固這間教會 直到耶穌基督在內的人子 以至到他的稱重就是 這個耶穌基督就是 我們一同來去蒙照 所敬畏的主宰 我們同壽一位主 這個是你貫穿整個 保羅的開頭 第一節到第十節 你都可以看到 那一主的重要性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你就這樣 好像只看 Wesern May 去欣賞江湖教會 這個絕對是一間 好的教會 來的 他恩賜 知識都存備 當中那些牧師 理論上應該是很安慰的 不過如果你看回 之後 寶羅對那麽多教會 似乎是 那麼多個寶羅書信 特別嚴厲 而且 很多特別的問題 是非常之多的 這樣你也可以看到 咦 我們是否應該 當我們去審視一間教會 為好還是不好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 來重新來看看 寶羅怎樣的眼光 寶羅與眾心腸 的focus point 是甚麼 而我們經常說 我們不應該論斷人 但是寶羅那個責備 我們值得來去學習 如果假如有大英姊妹 有教會 是需要來去督詐 需要來去教導 需要來去循循善友的時候 亦都需要不單止 只是指出錯誤 如果有些建設性的建議 亦都需要 race out的時候 那作為我們觀察到的人 應該來去禮貌地說呢 而作為教會 又是否應該禮貌地來去聆聽呢 the same time 就是 很多時候是恩賜 我們看的是個人 但是呢 在這裏 寶羅就將整間教會 形容為一個個人 是一間恩賜傳避的教會 這個亦都值得反省 我們看恩賜的時候 尋次表我們的恩賜 究竟是私藏了的 individually 還是church wise 這個呢 有助擴貨你的視野 來去看事物 今天分享到這裏 接下來呢 求主幫助我 你為我祈禱 堅持去繼續分享 希望這個零收分享 應該幫到大家